製作者說他們需要一個優雅的演員 有很多東西在一起 擁有一個興奮的心 而是今天這次的舞蹈文化 是一個超級智慧的壞蛋 是你嗎? 不,他們沒找到那個人 所以他們就聘請了我 沒辦法 每次都等別人來救他的麥特戴蒙 這回在長城靠弓箭殺出重圍 是最超帥的 這就是你選擇死的 好幸運 有很多 幾個月前我會見到 有一個超級智慧的掌握師 他給我示範的掌握師 當然我真的不能拍攝 所以我拍攝攝影機的掌握 在電話上嗎 對,是電話上的掌握 因為他會拍攝攝影機 因為他會拍攝攝影機 他會拍攝影機 30年 所以他很快 所以我試試看他的動作 然後我拍攝攝影機 我拍攝攝影機 另外的一個Villum也是吃素的 所以你們兩個坐在一起 我們有聊過 因為真的是在拍現場 我們總是要認識對方 所以其實我們討論了很多東西 因為好像他是編劇 我也是 那大家就在劇情的邏輯 大家都有討論 就是在演應該是怎麼演 他在問我 如果中國人去講這個劇 在這個世界應該是怎麼樣 然後我也問他 如果我講英文 我的語氣應該怎麼樣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然後他讓我很舒服地 去表達我的英文 然後他也蠻鼓勵的 所以不錯 那你們私下會聊天嗎 聊 上次在香港訪問他的時候 那時候你們真的在拍戲 他就說你有帶他去玩 我們前幾個月到香港 我們看到Andy 這是他的城市 所以我們有這麼好的時間 所以我們回來了 所以你知不知道 我妻子說我必須要找一個工作 她喜歡 沒有我 我有見到他 我有見到他 但是我沒有帶他去玩 我帶他去玩 他不能玩 第一次是在洛杉磯 然後我們去同一個訓練的中心 一個studio裡面去訓練 我第一次見他很緊張 因為我真的看過好多他的電影 然後也特別地喜歡 他的那些作品 非常喜歡這個演員 第一次見面 他就給我一種 哇 讓我覺得一下 聽他說完話 就會覺得哇 一下很踏實 然後一下沒有那些距離感 他就跟我講 他說 他說我很期待我們這個電影 我覺得這個故事特別棒 然後我也期待 很期待跟你的合作 接下來 然後我們倆就一起 在同一個訓練的教室裡面 去訓練那些打戲 所以 在拍攝之前 反正就是已經認識了 會消除很多緊張的感覺 他是一個好演員 這個不必多說了 不管是文戲還是動作戲 他都完成得非常好 他對於角色的把握都很準 因為我不懂英文 所以很大程度上 是要靠演員自己來把握 所以他對點做得很好 導演員會問你很多 導演的導演 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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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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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 我會說 所有的廣角色 我工作 都在做 都在做 是他们一直在开心的想法 他们很熟悉,他们很熟悉,他们很熟悉, 但他们一直在听到所有人, 每个人都在传统,在传统和在传统的传统 他们在传统的传统,他们在传统的传统 所以我一直在传统的传统和传统的传统 我一直在说,认为好好的我的好想法 而不是好好的我的好想法 因为有一些剧本,我觉得台词可能希望调整一下 或者是方向调整一下 那马克丹麟是过去德国编剧奖 他这个能力很强 所以我经常就让他给我帮忙 我说你觉得这场戏咱们是不是怎么改一下 这几个人物怎么怎么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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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很努力的替我想 他导演有很多好几个这样的方案 你看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 这个帮我很大的忙 第一个他按照我的意思进行改动 第二个好莱坞这种体制 就是说明星他提出来这样子说这个话 他就OK 他就没问题 他们的体制是这样子 如果说导演在现场要改剧本 要改一句话 他都是要报告公司的 要报告制片人的 他不是对你不信任 他们是这个工业流程 你不能随 不说就改了 那我们中国拍电影 根本就是想怎么拍怎么拍 在现场我们就是上帝 想怎么拍 没人管 可是他们那不是 他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呢 像马克达蒙这种明星 他要一块跟导演一块改 一切就OK 可以先不用报告 先拍 因为是马克达蒙 他们说马克达蒙要改 那不他 所以你每一句都去问他 他说好了 我基本上就要老问他 这样的话 就是把他 把我想说的话 让他这样子去讲 就没问题了 杰姨莫是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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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有很多年纪 我曾经拍摄了 很高兴 但 可能一位最重要的 事情 当我提到他 当我提到他 是他设计的 因为我喜欢他的电影 我喜欢他的电影 非常好 我只是很高兴 感兴趣 我不是很高兴 因为他很 charismat 他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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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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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较 他很高兴 他很高兴 在同時,他非常好在那裡 即使我們通過一個翻譯 我曾經有很好的訊息 他也很歡迎作為合作 所以他很棒的導演 我們知道你曾經過《John Emo》的粉絲 但你能明白《Raising the Red Lantern》 在那個年輕時嗎 你知不知道它是一部電影 我重視了一部電影 但我會說我當時13至14 當我看過這部電影 當然,這部電影的歷史 這部電影的歷史是完全新的 但我認為這部電影是非常特別的 所以我會說很重要的 這部電影是非常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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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他在你寫著《Cine's Calligraphy》 是時候他寫著《Cine's Calligraphy》 在你身上的電影 它是在我的床層 在我的房間 我寫著他一輪告訴他 我什麼有廣告 我這些誠言 我真誠地得跟他 做得到工作 然後我到北京 創作時 他們寫了我的漂亮 優點圍 我開了它 它有三個漂亮的文章 在他手上 寫著他的手上 所以你明白嗎 有一個英文版本 但我甚至不需要知道 他在說什麼 他看起來很漂亮 他可能說 你傻男人 你不知道什麼 但他還看起來很漂亮 我還會把他放在桌上 我覺得還是差不多 他的熱情還是在 然後他對電影的那個 那個能力很強 然後他不管怎麼樣 不管他在 他在那個怎麼說 那個美術 美術上面的那個 那個能力 不管你怎麼樣 就是他在 什麼的狀況底下 都能夠呈現我們中國傳統的 的那種 水墨啊 顏色啊 的那種 因為他很善用就是 因為 怎麼說 就是戰爭嘛 就是 其實以前都差不多顏色 打在一起真的不知道怎麼樣 對 但是他用了很多的不同的顏色 然後不同的顏色代表什麼 那你有特別的練身材嗎 因為那種有螢幕 你是就是只有 身上應該只有皮帶之類的吧 對 因為導演可能 沒想到我 身材這麼好 有身材 所以他就說 欸 小鵬 繼續練 這個還要維持 做一個好演員就是 你收工後不要去喝酒 我就說 好 是不是 所以我就聽進去 但是他也就說你要維持這個 所以後來他有一個 我有一套衣服 就是他希望再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服裝 就特別開心 導演幫我加了一個這個 然後 因為我的弟兄們 虎君都是那種非常壯的 所以我們負責長城內部的工作 所以這裡面呢 我這一次負責的就是鬥智 嗯 不是美色 還有力量 怎麼沒有美色 我們 硬漢 怪物硬漢 象徵力量 我們是力量的代表 武軍 但很可惜這一次我就跟 沒有機會 單獨跟饕餅一打一 我本來那時候有跟導演講說 導演我可不可以有一場跟饕餅對戰 導演說不可能 他說那個饕餅一出現一個人是不可能 要十幾個人 然後機關才不能打敗你 他說我是用機關把它幹掉的 我說喔好吧 那我說那這樣導演 饕餅有幾隻 他說幾百萬隻 幾百隻都來 我說那我可以演其中一隻嗎 因為很煩耶 對導演覺得我很煩 我說我可不可以演其中一隻 他說他就沒講話了 我說我可以 因為我想試試看那種好萊塢那種 Motion Capture 我說我也可以演出一個 有人性的饕餅 那是演軍師嗎 比較沒有動作的場面是嗎 對 對 這方面比較輕鬆 因為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那些軍將領都有打戲 你比較 這方面比較輕鬆 對 所以在準備方面 你就是 只要拔台成那些 我也需要練 你也要練 對啊 他們很好 我覺得這是蠻公平的一樣事情 就是我一到 我一到那個北京拍戲的時候 第一樣事情就是 如果 只有三強東西你要做到 在拍戲的那個時間 第一 你要拍戲 第二 不拍戲 你就念英文 第三 沒有英文練 就要練武功 所以要練什麼 他就練那個 像健身房 不是那種 不是健身的 就是他希望我們對他們的那個 所有的兵器 會 都要了解 比較熟悉 然後拿在手上 不像你第一次拿 就是你怎麼擺 放在哪裡 但是整個戲我沒拿過 我就拿個 還沒拔過的 有沒有拔出來 好像我連劍也沒拔過 哎呦 白練了 沒有 還是學了一點東西 其實有很多機會 過去也有 一些 比較 而且你語言不是問題 角色 對 但是其實 這也不是一個特別 需要 也是很難計畫的 因為有時候電影裡面的角色 還有你自己本身 覺得有沒有得發揮 如果只是 覺得沒有特別有意思的角色 絕對不一定要去拍好來 因為我覺得現在電影 市場這麼好 大家都在 他們都願意來亞洲拍 我們在亞洲也可以拍一個 很好的電影 反而我們也要繼續努力 學習拍一些更多 更出彩的電影出來 台灣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張藝謀 希望你們能喜歡這部電影 長城裡面有中國的怪獸 叫饕餅 長城上打饕餅 所以我就想 我說 中國的這個饕餅 直接碰上 哥斯拉 誰能贏 我覺得是滔餅 您好 我建議 你推薦 一天 十二年 十二年 請 大家很久沒看到你公開的露面 对 因为最近大部分的电影都是 都是就是内地的电影 所以在台湾上映的机会 是要被抽的 对啊 大家都好想看 对啊 希望 最近希望很快抽到我们这个 这个不用抽 这个不用抽 这个是外语片 对对对 那大家快看到我 然后接着下来 我有两部都是香港的电影 所以应该也有机会看到我 那真的好久没有公开跟大家说什么 就是现在刚刚这段时间也是Christmas 希望大家圣诞快乐 然后新年快乐 各位爆米花的观众大家好 喜欢看爆米花的观众的朋友 就必须看这一部了 因为这一部是 跟上次韩战讲一样的 就是必须看而且非常好看 对 这是 没错 韩战讲一样 我一样的台词 为什么要看这一部 但是这内容不一样 因为喜欢看爆米花 就是因为你喜欢看 这个口味重的 有这一部里面 你会吃到爆米花 你拿着爆米花 你就吃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很多怪物 他以为是看到你 这个也是一点 看到我吓到了 有 居然这个好来物片里面有 彭云彦 他里面干什么呢 你就去电影院看了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怪物 怪物长什么样呢 现在也不能告诉我 而且还有 全世界都要拯救的 卖队们在里面 这次他会不会被救呢 很期待哦 好 大家在台湾 我真的希望你享受 《The Great Wall》 我们有一个好处 拍摄了 它是一个很美丽的 观众 我们希望你享受